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继续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月娥 刚讲到说听到我们的片头 职场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推开一点 我告诉你 有很多生活的不开心是推不掉的 我现在就是 我不能想深受其害 我要这么想乐观的想说 哎呀我很有能耐 我扛得起 我能够照顾老人家 是我的幸福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老人的照顾 往往我们都会讲一些政策面的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关心的是 我想问一下你 你会不会担心你将来成为 被照顾要长照的其中一份子呢 照顾别人你觉得很辛苦对不对 你以为被照顾很轻松吗 会怕吗 我会怕 所以邀请到的一位好朋友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今天想关心的这个话题 这位好朋友是认知症整合照顾的专家 伊嘉琪 伊老师 老师你好 杨小姐好 以及我们收集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可能去听过 伊教授的讲座 或者看过伊教授的文章 那伊教授真的是教授 他以前是政治系的教授 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照顾家里面的老爸爸 12年 我才三年 我都快轰掉了 你为什么能够12年还可以笑咪咪 你跟我说你怎么办到的 事实上在照顾的过程 没有人可以笑得出来 对不对 那你是爸爸走了以后才笑出来的 当然 因为现在在帮助其他正在照顾的人的时候 你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起丑眉哭念 你反而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 那所以你要用笑脸来对着他们 那我也深深的能够感同身受 您刚刚所提到的这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我因为随着高龄化社会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高龄人口非常的多 以今年来讲到9月份为止 我们超过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 已经有330到340万左右了 这么多了 对 在我们的总人口2300万里面 大概是占的是14.3左右的人口 那您知道我们是到了今年的3月 才超过14% 我们从7%也就是1993年到14% 我们花了25年的时光 这个时光你可以说长 可是相较之下 如果我们跟法国比 法国花了126年的时间 那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提到 我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千万不要看说它只是百位数 三位数跟十位数两位数的一个差别 它其实所蕴含的是很多深层的意义 包含的是说你126年是几个世代 那我们只有25年 它大概就一个多世代而已 那您知道这个世代之间 如果时间太短的时候 它的文化的内涵 就不蕴含这样的内容了 那人家长的时候 它的文化里面可以做学习 也就是说子女造父长辈这件事情 或者长辈如何能够 在最后的这个时光里面 他自己做好怎么样的规划 他们有很多的学习的样本 而我们时间短就不够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本的民族姓氏 还蛮愿意照顾老人家 还算蛮孝顺的 对的确 以西方国家来说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老人家会在 你知道有时候人家会讲说 一辈子要做好事啊 求一个好死啊 半死不死的时候 尽痛苦了 也就是说会拖累的家人 自己就很难熬 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 有这么多长辈需要照顾的时候 看在眼里 自己是会担忧的 没错 最近有个调查报告 发现86%的民众 会忧心自己成为长召难民 受不了啊 你干嘛讲成长召难民啊 听起来很害怕呢 事实上是这样 我这样说 宁可人还没有到我 过去那个阶段 因为照顾认知症 也就过去我们常所谓的失知症 那我建议用给他证明 不要给他污名 用认知症 那照顾认知症的长辈是十分辛苦 因为他的这个精神行为症状 是你没有办法预期的 他会妄想 明明他自己摆的东西 摆到他自己忘记放在哪里 然后他告诉你说 你偷他的或谁偷他的 对赖你 尤其是金条啦 对 纯泽啊 戒指啊 这些东西都说 你给我拿走了 防地气啊 所以您知道照顾认知症的长辈的家庭 更辛苦 所以我常说 他们就好 比如说我自己一样 过去在大海当中 沉浮在那里 那今天你如果看到了一个救生圈 他或者一根浮沫 他都能够抓呀 他一定要抓 抓到破皮呀 我告诉你 所以你说政治难民 怎么这个长照难民 怎么不会变成长照的难民呢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人帮助他 或帮助的方法不对 或者帮助的途径不对 那他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 他真的是深受其害呀 对不对 所以您刚刚所用的那个调查 这是民间的一些企业 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么他们做这个调查的用意 也就是要提醒 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到 第一 当我们还没有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能够意识到 健康的重要性 当然 对 那但是讲很简单 问题是做 举例子来讲 我们说不要吃这些 不健康的食物 可是你今天听到炸鸡 你想不想 炸薯条 它偏偏很好吃 对 然后奶茶 你想不想喝 喝两口就好了 对 可是问题是 这些对于你的身体健康 是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何能够有意志力 能够维系健康的生活跟饮食 那健康的生活 刚刚除了谈到饮食之外 还有运动 你每天能够持续的 有30分钟以上流汗的运动 你要能够持续做 对不对 那有的人说 我今天太累了 要多睡一会儿 就不想起床了 也是该休息 白天这么忙 对 所以我说意志力 那健康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所以健康的维护 是在越早越好 接着第二个 则是面对老的话 除了健康维护以后 我们不要带给子女的一些困扰 今天我们做子女的 会成为长照的难民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也就是父母过去不懂 为什么父母懂 因为在文化里面 不蕴含这样的内涵 因为我们不了解 那我们现在 因为在照顾父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学习到这个 也就是说 OK 我们没有人可以保证 自己老的时候 不会罹患认知症 或者不会失能 不会中风 没有人能够保证 因为身体内部的状况 它的老化 甚至于退化 你如果没有症状之前 看不到的 等到有症状出现了 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健康的生活 是那么的重要 好 即使没有人可以保证 自己将来老的人生 会是怎么样 我要及早规划 怎么做及早规划 第一个 财务要做规划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老 虽然没有办法 喝止它 不要退化 不要生病 可是老的时候 他需要 生病的时候 需要钱 对不对 要不然又要买保险 至少要保障 保险是一种方式 其实财务的规划 只有很多种方式 保险是其中一种方式 好的 接着下来 财务的规划之外 还有接的是 万一 不同的状况 我们希望怎么办 比如说 如果中风 中风你希望是什么样的 一个照妇方式 不要等到中风之后 把这个照妇的责任 完全丢给子女 对不对 现在我们已经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困扰 父母过去不做任何的决定 等到它发生了 我们必须帮他做决定 不能问 对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 带我妈妈去看一个老太太 亲戚 然后那个已经有一点 弥留状态了 就在医院门口 我想都趁机会问一下妈妈 说妈妈那将来 因为他们正好在医院 犹豫说是要在医院结束呢 还是回家三中呢 然后呢 老人家就在那边吵架 我就顺这个机会说 哎呀你呢 为了这玩家 妈妈 那是你 你要怎么交代 我问我妈妈 在医院门口当场翻脸 她会认为你在揍她 转身就要回去了 对 我也没有去看人家 那个老太太 就跟我怂在那边 沿路把我骂回家 她不做决定 好了 三年前我妈妈 因为感冒发烧 是 发烧以后意识不清楚 送急诊以后 又有糖尿病 血糖飙到800 然后急救 都从器官衰竭救回来了 那个时候 我主张不要插管 是 但是我有兄弟姐妹 大家举手嘛 是 就举手就输了嘛 是 就插管 是 就是当初妈妈没讲好 是 现在救回来了 是 三年了 是 各位 我妈妈很辛苦 是 我不敢说 我自己辛苦 因为子女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责任 我没有这个说苦 但是妈妈很苦 是 回到刚刚依老师讲的 如果你早早做准备 对 你已经交代好了 对 就不会有后面这个事吗 没错 但我现在还是又去签了一个放弃急救 OK 如果他有任何状况的时候 EMR 对对对 然后这个会去建置在他的健保卡里面 对对 就会清楚明白了 好 我要休息一下 讲到这我有点激动 提醒大家 老人家发烧 发烧千万不能脱 他有很多很多的并发症 发烧就是他已经在发炎了 了解吗 我刚刚讲的妈妈 曹哥给我唱爷爷 希望爷爷不用照顾好手好叫 待会继续跟易老师来聊 长照的问题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刚才讲到放弃急救 不好意思 我就有点激动了 因为有兄弟姐妹 或者是大家各的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会来加入意见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决定事情 还有一些远在天边的孝子 对 一定没错 您知道 这个远在天边的孝子是最伟大 他只要出一张嘴的 对 你为什么不这样 你为什么不这样 我告诉你实际来照顾看看 对 没错 一天 两天 你就会轰掉 对 没错 就疯了 一点没错 所以 一家旗老师其实也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对 您刚刚讲到像 最后再要不要急救这个案例 在台湾过去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例 也就是说兄弟姐妹都在旁边 大家讨论完 只差一位弟弟没有在现场 那么其他人都在现场 大家讨论完了 决定不救妈妈了 让妈妈能够减少一些痛苦 那么也告诉医生 决定不做最后的急救 那医生也就配合家属 然后让妈妈很安详的离开 可是没有想到 弟弟回来了 他来责怪这些兄弟姐妹 那么他认为说 为什么不去急救 那么妈妈要想活 可是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也就是说 在后面照顾的阶段 他从来没有出现 等到这么一刹那 他出现了 更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我看到这个讯息 是因为这位弟弟 他对兄弟姐妹 以及医院的医师 提起告诉 告啊 对 换言之 上法院啊 对 所以我才看到了 这个报道 那么因为告诉我才知道 那么当然您也可以理解 法院最后的判决会是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清楚的 可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我们要去思考 那么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丢给子女 不管说财务上面的 或者是这个最后医疗方面的处置 丢给子女之后 最后就慌根乱了 我们刚刚讲财务也是一样 我还看过一些的案例 比如说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2010年 这个台硕过去的一位创办人之一 王永寨宣审 他在2010年被确诊为得到阿兹海摩症 那他很清楚 这个疾这个症状 这个疾病最后走的路径会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请了律师等相关人士 做口述遗嘱 也就是他对他未来的财务做好规划 使得您可以看到他后来离开之后 他对我们还是有相当贡献 他的贡献是40亿的遗产税 40亿 那么接着想 您知道这个对长照也有贡献 因为现在长照基金 非常需要钱 是赠与税跟遗产税 是主要的来源 谢谢遗产税 谢谢赠与税 对所以 所以还要谢谢燕娟 还要谢谢燕娟 但是有爱健康 你少抽一点 这个我宁可不要 对 那所以您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及早 做好财务跟医疗的规划 那个对于子女帮助也很大 对自己也帮助很大 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自己来看的话 我40多岁的时候 有一位兄长 一位朋友 他年纪比我长 他搭的刚好是华航到澎湖的飞机 那一架飞机空烂 结果他就这样子离世了 而他的夫人却花了很多的时间 不知道他的投资 他的财产 您知道这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情 即使到了国税局去查他每年报税的资料 还是有限 因为他还有些民间的一些往来的这些财务的状况 所以如果他界限可朋友 朋友知道他离开了 不出现 这个账也找不到了 我好喜欢这种朋友 不会来讨债 我多借一点 所以您可以了解说 在那个案例对我来讲 我就跟我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每年到了年底 我会将我自己所有的财务做一个整理 让家人知道 你不要让家人到最后都不了解 教授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小老百姓很多是没有什么财务可以去规划的 每个月赚的钱都不够花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没有钱可以规划 也是要有点规划 要不然出事情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怎么措手不及 我也在急诊室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急诊的时候 在那个家户病房待了很久 隔壁床有一个老爷爷 其实状况很不好了 那家人跟医生都觉得说 应该是要让他可以走了 有一个人跳出来 儿子跳出来 不行 爷爷不能走 他的孙子在美国读书 我全部都是靠爷爷终身奉 所以他不能走 他没有办法下课 对 但我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 我自己经历过了以后 像我妈妈是插管 其切就回来 我反对其切 反对插管 但是有一个前提的条件 如果你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 我觉得要救 那为什么我反对 我反对原因是因为 我妈妈其实已经七十几岁了 她已经还一弄孙了 没有什么事情 她也没有什么愿望要完成 再者我考虑到是 她年纪大了 体能上 并不如医生所讲的 那七七没关系啊 三四个月以后拿掉就好了 并没有 真的没有 像这个季节替换的时候 她非常痛苦 我要帮妈妈抽痰 抽痰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你不抽干净 她喘不到气 没错 你抽的时候 她像溺水一样 她很难过 她很难过 眼泪掉 眼睛突出来 张大嘴巴 然后用仅有的力量抓你的手 对 没错 我的手还会被她抓到 你看 这里还有疤 对 手上都有妈妈抓的疤 是 是 她就是那个力道 乱抓 是 受伤就算了 虽然我也很爱漂亮 但是 衣服遮起来虽然看不到 还是难过 但是我心疼 对 没错 我心疼 第一 我也不赞成把这么多无效的医疗 是 浪费 把各位纳税人的钱花在这部分 我自己觉得我也不忍心 冲突 没错 整合 吵架 是 然后互相不离 又在整合 为了妈妈 是 然后被迫拉下脸来 协调 我觉得那过程的心理上 非常难好 是 因为一家旗教授自己在做这部分推广的时候 非常非常关照到很多人的心情 是 我觉得心理的部分真的需要协助 对 因为我认为说 今天你要能够有好的照顾品质 那么被照顾者能够得到好的照顾品质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照顾者本身的心理建设 如果照顾者本身心理建设不够完整的时候 照顾品质不可能好的 他很可能在投射在他的照顾行为上面 很可能会有一些偏差的行为 所以今天照顾者要有好的照顾品质 要有人够有好的心理建设 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在于对疾病的认识 对人的一个关怀 那我们知道在 我刚刚前面前一段的时候就提到 我们的文化对于老 这个老的太快了 那其实刚刚前面谈到说 我们从7%到14%是25年 日本只有24年 日本是世界第一 可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马上再过7年就变世界第一了 哎呦 这个世界第一 这个第一是在是 不是台湾之光 也就是我们老年人口从14%到20% 也就是超高龄化的社会 20% 预估是2025年 所以只有7年 日本花11年 我们花了7年 只要花7年就会超过 那这个呢 就代表的告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刚刚讲说 老年人口大概330多到400 340万左右的 你要知道现在50岁到64岁的这个年龄层 也就是下一个世代的年龄层 有520万 也就是在15年后 有520万的人马上要升成为老年人 你再吓我 我以后很快就要变成长照的难民了 所以刚刚我们讲过了 这个健康非常重要 我们虽然变成老年人 但是不要走到长照的这个领域 长照是叫什么呢 长照是指的他生活无法自理 连续长达6个月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病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可是我生活还能够自理 所以他不会是属于长照的领域 但是如果他中风了 如果他今天失能了 如果他今天得到了认知症 那么他很可能生活自理的人力就受损了 那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 就会走到长照的领域了 从到长照的领域的时候 其实光靠家庭的力量是不足以的 好 所以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聊 如果家庭的力量不够的话 我还有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协助我们 那我们真的谢谢很多的遗产税啊 厌倦啊 帮忙长照很多的忙 但有些人不知道我可以运用些什么 待会儿我们就请易教授来告诉大家 先来听这首歌李荣浩所演唱的 爸爸妈妈 在我们现场是认知症整合专家 易嘉琪 易博士 易教授 教授其实帮我们讲了很多 在长照这一块 那大家未来可能会面临到的窘境 包括人口增加 然后照顾的经费要增加 看完以后就觉得糟糕了 我很害怕将来我们会不会成为 要被照顾的那个难民之一 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 但如果你能够先有一些概念知道的话 那当我们碰到状况的时候不会慌 有一些东西叫基本资料 比如说我妈妈我也没料到她一天感冒 接下来就有这么多后续的问题要去处理 我就发现原来我要找看护 我要认识要仲介的 然后我要医疗 我要知道我家里面进出 我得要有电梯 然后我要看医生 这个医生可不可以帮我协助他 可以复健等等工作 假如你今天偶尔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 你把这些资讯给他背齐了 有一天很慌的时候 碰到什么任何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你该从哪一个地方开始着手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易教授 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就是 家里有人老人家生病了 而且可能未来就是有长期的抗战要做了 我该要做些什么去调整我混乱的心情 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事情给他处理好 如果按照政府的说法 就是请你先播1966 这是政府的说法 你可以询问他告诉你哪些事情你要去做 但是我会提醒的是 不管播1966也好 很可能自己还是要上网搜寻相关的资讯 原因是在什么呢 原因是在于说政府很仓促的去提出了长照2.0 那么这时间 那你知道在2016年 这个新的政府上任之后 他的的确确在他的这个政见里面 总统的政见提到一个社会安全网 那社会安全网其中一项就是有关 能够提供一个优质评价普及的长照体系 好所以卫福部就推动这个长照2.0 可是相对而言 卫福部也提到 他是用滚动式的政策方式来推动 什么叫滚动式的 也就是我昨天知道的 可能今天又改变了 就是边做边调整 对的 微调 对 方向是往那去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微调 那您知道就变成 那您就知道说不单是民众会困扰 那么或者甚至于在执行长照服务的这些团体也会困扰 所以刚刚您提到了民间这个民意调查 民间企业民意调查就提到了 86%民众忧虑自己变成长照的难民 甚至于他们对长照所提供的资讯不熟悉 对不对 不熟的 那么我们不要说一般民众 连正在执行长照业务的人也会感受到 为什么朝令夕改 对不对 那好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播这1966 然后播完之后 你自己也要除了他提供给你的资讯 他能够帮你把一些讯息记下来之外 那么会提供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长照服务体系里面 有长照管理中心 我们有长照的ABC的这个架构 他可能有A级的单位或长照管理中心 由各管师道府来评估 那么就看现在因为今年又改了一个新的方案 过去是根据时间来 所谓时间就是如果轻度的失能 25个小时 中度的50个小时 重度的90个小时 他提供一个月的服务的能量 虽然说提供这样的一个人量 这是制度面提供告诉你 可是实际上往往可能一半的时间都不足 原因是照服务员的能力不足 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那么接着下来 现在今年有改正神 他是论项目的 那么甚至于有所谓的四个钱包 那所以变成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今天的长辈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今天就讲说四个钱包 包含哪四个钱包呢 这四个钱包分别就是 第一个是在居家服务的范畴里面 那么就是有关这个照顾及专业的这个服务 那么他会来评估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比如说居家服务员来 那他会评估说 你需要家里面是需要 移味呢 还是需要洗澡 还是需要备餐等等的 甚至于你说抽谈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为 他会来评估 那么第二个钱包就是交通接送 你要用富康巴士 他有一个这个规范的 第三个则是有关辅具 跟居家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规范 这个是大概有三年四万块钱的一个预算 那么我们说这个无障碍空间是非常重要 辅具的运用也非常重要 今天不管是用这个助行器或者是轮椅 或者无障碍空间 我们说把浴室能够变成浴缸打掉 能够装上扶手 避免长辈进入到浴室里面 不方便或者是跌倒 那您知道跌倒往往是高龄者意外 死亡的第二原因 那甚至于有些跌倒之后 开了刀 他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了 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去复健 那他的肌肉不断的萎缩 他就变失能了 所以预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是第三个钱包 第四个钱包就是传系服务 今天如果说 你说我们今天说想出去走走 休息一下一个礼拜 那我们就可以将长辈送到机构里面 一个礼拜住一个礼拜 那么甚至于您说 我们现在对于认知症的长辈 有所谓的小规多鸡 也就是小规模多鸡人的一个日照中心 也就是说这些认知症的长辈 如果目前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也在这个日照中心里面 接受服务的话 他可以选择我几天去日照中心 我几天不去 我用居家服务 然后我甚至于选择 我可以去住宿 我可以住两天 然后家人 比如说家人有人临时有状况 不管是在医院里 或者出国到外县市 他也可以住在这个小规多鸡的日照中心 住两天 所以这四个钱包 各管师会来帮你来做这些评估 他会先评估 我就评估过我们家妈妈 就是他有分级数 我们是第八级 那是最高的 最高级 就是从第二级 第二级到第八级 那费用是最多的 是 所以那因为我家里面 有外用可以帮忙 因为已经申请了 所以吃的问题没有问题 家里面的设施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帮助他赋能 所以我们申请了职能治疗 物理治疗 还有一个语言治疗 那治疗就很有趣了 真的很不错 就是以我那第八级来说 那职能治疗是来我们家 帮妈妈上课50分钟 然后加上他的车钱 跟我要支付的部分 我记得是440块钱 你只要布16% 16% 对 再加上交通费而已 OK 然后其他部分就是健保 帮你给付了 不是健保 是长照 是长照 OK 就是长照部分 帮你给付了这一块 然后呢 我就陪着妈妈做那个 大肌肉的伸展 小肌肉可以抓东西 我觉得不错 你知道我们那个 职能治疗师 还教妈妈揉面团 对 然后让他可以抓气球 没错 然后让他拉那个弹性的拉绳 对 试试看在家里面就可以 弹力带 他就可以拉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我在旁边看他的时候 他不认真 他赖皮哦 所以这就是医教授 常常在讲 很多心理层面 不是我们看到的而已 是 后来呢 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 发现说 阿二姐你好像不在家 妈妈比较认真 那我就躲在房间里面 干脆我不要再好了 因为我在的时候 他会赖皮 对 所以心理这块部分 我觉得是我们照顾的家人 是很大的负担 没错 你心理这块 其实这样子 您刚刚提到了 居家的职能治疗 或居家的物理治疗 居家的语言治疗师 等等的 他即使都可以来 但他好像一个月最多只能来 还有次数 对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你有多少的次数 对 OK 好 我们现在听首歌 这是陈其真所演唱的家 待会我们再把长照资讯 更多完整的来告诉各位 我发现我们广告中间 讲的内容更精彩 来赶快整理一下 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透过一家棋教授 来告诉大家说 长照的部分 其实十一字住行 不是最难的 最困难的是心理的部分 然后情绪的部分 然后教授刚刚在教我说 阿娥你其实要逗妈妈开心 让她快乐的去过每一天 我也知道 我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回到家 我资格都不开心 我怎么看她开心 一点没错 其实我常常在跟许多的照顾者 也就是家属在分享这些 自己过去的一些作为 那我自己这样训练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进家门之前 开始学习转换心情 因为我们在外面面对的 不管是职场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都是一些 都是正常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用 他的这个节律 我们可以用他的tempo来进行 那可是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这一位 是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长辈了 而他们的心理上是需要更多的支持 他的心理上是更多的一些 他会觉得害怕 他会觉得不平衡 为什么他不能够跟以前一样 他为什么会今天像这样子 躺在床上 等等的 所以您知道 就说像我父亲在重度的阶段 他已经不能够去日间照顾中心了 他已经几乎是全摊了 可是我每天还是帮助他 移位到高功能的轮椅 然后帮助他到客厅里来 我们家那个阶段是没有客人 为什么没有客人 因为进来的时候 没有沙发可以坐 那我把沙发全部移掉了 那在客厅干嘛 我父亲在可以客厅 他可以坐在高功能的轮椅 丢球 丢圈圈 丢沙包 他只要开心坐 我们就不需要做被动关节的运动 您知道 他如果不动 我们就要给他做被动关节运动 因为他的肌肉跟关节都会萎缩 他的关节就会僵硬了 对不对 那么丢圈圈是因为他过去 在日先生照护中心的时候 有宠物治疗 有狗可以让他丢圈圈 那么在家里没有狗怎么办 我当狗 他当他丢圈圈 我就当那条狗赶快跑过去 用头绪接 用我的颈部接起千圈来 他开心了 开心了以后很多事情就可以过了 对不对 这样我懂了 我有过一次对我妈妈开心 就是我放屁 不 然后我就好 妈是你放的 他就咬手 然后他就笑了 后来我换他放屁的时候 他就指着我 我说不是我不是我 就是一个放屁 也可以很开心 就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开心 好吧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眼前的问题 至少你要让情绪能够平稳 甚至开心一点 你才能够面对 这么多考验的状态 让长照2.0提供一些 十一柱形 是的 好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 有帮助到大家 记在心上快乐很重要 再次谢谢我们的尹教授 谢谢你 谢谢尹教授 谢谢主席 OK 阿尔的代班到今天咯 谢谢大家的捧场 下次有机会再来咯 好 一天平安 待会儿还有我们黄光琴的节目 POP抢先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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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生如今